大家都是乙衣穿著啦 做這樣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行程 那本天的這個下雨的這樣一個 過程裡面 我開始靜下來 因為下雨的一切 視野是不一樣 不像那個大白天那樣 但是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慢慢的一目一目就開始進入我的邊 各位 這個連佛 假如大太陽的話 你看不到他的 看不到他的紋路 你不能看到他的整個的豬太冷了 在這個時刻 我發現哇 整個南虎的千古 每一顆呢 他展現出不同的這樣的一個意見 那我看到 這些竹物為了生存他的那個力量 他的整個的豬太 讓我這個 當時呢就非常 順悍非常感動 每一顆每一顆他都是充滿著生命力 那 在這樣的惡劣的環境 每一顆造就不一樣的這個生命 那 像這個的話 我想 一流的雕科書 也沒辦法去抵擬 所以我想 這個大處來的 整個他 那 這個 鬼魂神功 你看 像這個 你 假如天氣好的話 你看不到他的 這樣一個 一個 紋路你感受不出來 但是我想 這個 非常奇特的 就是在這樣的行程 我發現 哇 這些岩柏 對我來講 充滿了很多的這個 情 像這一顆 他就在石頭裡面 他就這樣 工夫 那這個 生命 還是活得非常精彩 生命力 非常光盛 像這一顆 跟耶穌一樣 或是在石頭邊 這樣 生死一下 那個 這個生命力 讓我 這個 有時候我在爬山 我就不斷在純練 在石頭 你生命中 有哪些事情 我不斷的去對照 覺得 發現 這個很多事情 是 我們沒辦法 所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會去 學習 這些 祖物 他們的這樣 不一樣的這個 層面 那 我想走到這裡 各位也許 你們不知道 在山上的3500公尺 他的含氧量 這個 少了 將近一半 其實 所以你走的是非常 因為很多人都在前面 我就是一路在這個 墮後 所以 我一直拍照 那這個 過程裡面 這個 外邊的鼻水 還有 你的內部也說 都是 都是 濕掉 那個 都是汗 都是濕掉 然後我發現 我有在教委 裡面 因為在拍攝那個 過程 被這個 這個 炎火的這個 生命力 被他感動 整個 我發現 這個 雙手不斷在 因為外面的氣溫 也是相當的低 但是我發現 我那個時刻 這個 整個 生命 產生很多的變化 所以我知道說 我跟這一塊土地 跟這些 土屋 我的生命 跟他們 脈動 聯繫在一起 很少在山上是這樣的 就是特別的這樣一個景象 讓我 不一樣 有這樣一個感受出來 那 接下來呢 就慢慢的經過這些 石頭 爬山的人 就知道 差不多快要到山下 但是這個是非常危險 你看 這個都是要 靠在這旁邊這樣 用手 真的是用爬山的 真的是用爬的 真的是用爬的 這個真的是叫爬的 你要這樣 一步一步 非常小心的 走過來 那 這個 過程也是相當做的 各位 很多人都已經到山小口 在後面 慢慢慢慢 就這樣 所以 那個時候 我的心呢 非常謙卑 對 那我想 全靠的 那個 嗯? 那是什麼? 這個主題我已經講過大概有 是 不是 有 感谢观看 其实接到这个三十五书院要加点一个演讲 我都开始准了 三十五 讲到这一段还是这一段 在隔天也要下餐的时候 这个大概要上千两百多公尺 平常我在爬山的话 我会让我的心会功能充分的进来 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个海拔三千五 整个它的含氧量那么低 我差一点在这边挂掉 下不了山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然整个双手就麻痹 然后整个心脏也就紧缩 很渴眩也非常痛 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第一个想法 心机梗塞 第二个想法 第二个练脏 这个地方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那我就停下来 要三十分钟以后 就慢慢对付证 其实我的血管有问题 下山以后我去检查我才不知道 所以我想说 现在火的这些都是多野 都是多野 所以我想简单的做一个结论 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生态 让我发生更前面 很多事情是你想得到的 其实各位 我在想象花生很多 想得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跟 林教授讲说 有一天你要写三个故事 我活的 绝对比人家精彩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让我进入三年 我会放得非常前面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 你活到老学到老 更老的话你要更前面 这个就是大自然给我的这个信德 第二年 世界是品 人生 你要不断扩大你的这个素颜 扩大你的角度 每一处的登顶以后 我就想说我下一处要爬什么 那一样 我都是保持你这样一个谦卑的心 那第三年我想说 每一个人在你的这个生命的过程 你应该要培养 无比的耐力跟热情 刚刚杨总跟大家分享 你看他生命经历这么长久的这样一个 癌症的这样一个 威胁 但是他走过来 各位 对人的热情 对这个土地的热情 让他找到这样的一个能量 克服他自己的这些恐惧 所以 这个 我相信 大自然 真的他会给你这么多的这样一个能量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人应该要学习这个失败跟挑战 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大霸奸三 我去两次 就下雨 整天下雨 你真的是没办法上去 结果我都到前面就已经看到了 没办法 还是要测试 但是我觉得 没关系 下雨 我再等也无所谓 所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我所赞助了一个这个 台湾直播家交响夜团 那 因为我第一次出国呢 就到威蕊这个都市 所以感受到 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些 这个温柔 然后 在 2000年 我跟那个高雄市当时的这个 交响夜团的指揮 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夜团 所以我就给他赞助 那想不到十几年以后 那个 好像有某些人可能这一趟也有去台中欣赏过 我们真的是 这些团领非常优秀 虽然是临时组合 但是我们是非常有规模 我们已经去台北国家音乐厅 我们有表演三趟 要进入国家音乐厅是不是那么简单 你的夜团的资历 各方面都要 这位是我们那个手型 切柔的手型 竹脸 那这个就是 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 他心机梗塞 死掉 那 我们 为他办了一场 这个 音乐会 那 当然 这样的一个 音乐会 我想主要是 留下一些回忆 让大家感受 让一个好朋友 生前所做的事情 那这些 我们乐团的一些表演 那在 两年前 我们台中的一个 这个就是 真我创业的一个 这个伙伴 那也是 感冒 20天以后就离开 那 我一样在这个 中餐堂 给他办一场 敬业会 非常感动 那 那 这些呢 就是 今年 所颈判 前程 跑的是一个地方 好 可能 最后呢 大概 接近尾声 那 有一次我在 陈教授 他大概描述 人的一生里面 假如你的 俗空 重手是这样 搭起来的话 我跟你讲 活了一百岁 才一点多一秒 跟你看到的流行 是一模一样 所以 人生是 寬善 那我想说 希望 你再做了很多年轻人 应该要认识自己 那 这个土地的话 你要想一想 你 应该要完成 做什么事情 那 我想 我看了 这一计划 我就当成是 我一生的作用 每一个人 应该要清楚的了解自己 那 做任何事情的 决定的话 应该 要 有一个分寸 所谓的一个 中庸 有一些路 让人家 可以做出 在 创业的过程 看到很多的决策 都会用 这样的角度 去看 那 这张照片也是很特别 有十几年前 在这个政派中心 刚成立那个时候 拍摄 那 我们很多人都还是在 这个路 共同的前进 主董 拜托你给我记一下 你像我还没生病 你看他 你看 你看 他那个时候 长得 这个 比较胖 真的是 非常快 这样 转眼之间 十几年了 转眼之间 十几年了 好 我想 我的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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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麦克龙 谢谢 谢谢